到北京绝对不能够错过的一个景点 就是全世界规模最完整的木制宫殿 北京的紫禁城 据说这个紫禁城的规划 这个棋盘的这个格局 全部都出自一个妖身之手 而且这一位妖身 其实还编列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是怎么回事 我常常讲说明朝是一个很奇怪的朝代 你知道吗 不仅开国皇帝 朱元璋是和尚出生 连后来整个明朝的基业 也是因为一个和尚奠定下来 这个和尚叫做姚广孝 后来人家讲说这个妖身你知道吗 有什么说他是妖身 其实他本来是一个复数的家庭 他爷爷他爸爸都是医生出来的 因为附加职 对 他从小他也是原来要当医生 可是这个姚广孝从小就觉得说 当个医生有什么出息 天天就在帮人家看病而已 他想要当官 可是那个时候他是元朝 元朝的话你是汉人 你当什么官 你那个地位本来就不足 所以他就怎样 那我既然当不了官 我去当和尚总可以吧 对 他竟然跑去庙里面当和尚 和尚比当医生好 对 因为那个时候朱元璋也是和尚 对不对 所以他觉得他很高贵 地位崇高 你看 后来等到洪武十五年的时候 那个马皇后过世 朱元璋就讲说 我要炒全国的一些高僧 来帮那个马皇后做一些后世 送经或干什么 可是你知道这个时候这个姚广孝 有没有 抓到机会了 他有办法进去宫殿里面 可以看到朱元璋 可以看到那个皇子们 对不对 他那时候就知道说 那个时候这个名城主 还没有当城主 那个就叫燕王 燕王 燕王 朱棣 他是有野心的 所以你知道吗 他那时候看到朱棣的时候 今天跟他讲了一句话 你知道吗 他说陈奉白帽助王 为什么 他就是陈就是送了一顶白帽子 要给王 他那个朱棣一听说 你给他打这个帽子 对啊 白帽怎么可能戴 对啊 他老婆这么贵心而已 你送我一顶白帽子 你来干什么 他后来再讲说 有解释给他听 他说这顶白帽 白有没有 对白 戴在王的头上是什么 黄 对 黄啊 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朱棣就被他挑起了 那个皇帝梦你知道吗 很高兴 对 那个时候被挑起皇帝梦 好 他就觉得那我要看看你这个 和尚到底有没有本事啊 对不对 你送我一顶白帽子没有用啊 你要帮我去抢那个皇位啊 所以他就三不五十就找这个 这个姚广校说 不然你来 我也宴王府 对不对 大家谈一谈 聊一聊啊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告诉他 很多的策略谋虑 他说你一定要揮军北 那个南下啦 对不对 因为他说驻守在北京嘛 他的封地在北京 那你要往南京啊 对啊 怎样怎样 讲了一大堆就 每天都要 每天都要 告诉他很多事情 后来真的啊 你看那个燕王朱棣 他后来就受不了了 他果然就发起了一个 靖难之意 有没有 就是往南挥军 小皇帝你不行 对不对 我来取而代之 你看那个 你看这个姚广校 那时候他去的时候 真的耶 而且他在过程之中 你知道 本来他在造反 最重要的是什么 武器嘛 兵弓嘛 是 那你在做的时候 怕那个燕王朱棣 听到说 硬刀怎么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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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武器的 会被听到 所以那时候姚广校 洋了一大片的 那个鸭子鹅 就在那边 对不对 那个声音就听不到 因为他在地下室里面 在做 所以你看 等到富足了 够了 时间到了 他就开始攻南京 可是我们那时候讲说南京 那个时候叫做 龙盘虎聚石头城 那我那时候攻 第一次去攻 果然围困三个多月之后 反而自己租地 受伤累累 损失惨重 那时候姚广校跟他讲说 你回来 我教你怎么攻 这个地方你直接攻的话 你绝对打不赢 你用大包轰也没用 对不对 后来他就告诉他说 你应该要清济渡江 用快速的绕到后面 从南京城后面 就直接攻取京师 果然作孝你知道吗 整个你看 所以后来你看 朱棣当了皇帝之后 当了皇帝之后 他的朱棣在哪里 北京 所以他回北京 要开始要做一些宫殿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 大修北京城 那北京城之前 北京城之前已经 元朝已经有它的规模在 可是他觉得说 这个不好看 我重新来帮你规划 北京城是在平原上 我们以前讲说风水 北京是一大片平原 那怎么办 他就开始要自己造风水 你知道吗 后来他就弄了一个景山 我们讲说风水 后来他们讲说什么 这个景山叫做万岁山 这个护城河叫做金水河 对不对 万岁还有金水 注入这边的话 生气蓬勃 所以他们就后来发现 而且你知道这个北京城 在紫禁城里面的三大殿 是沿着北京的中轴线来盖的 盖下去之后你看 后来虽然有 有点偏差 差了后来科学发现说 差了两度十分 可是那个时候也是很准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又没有 这么精准的测量 好 那朱棣后来当了皇帝之后 他就帮忙修修什么 修永乐大殿 这永乐大殿可能大家不知道 之前很多人去修修不好 后来他那个姚广校来修了之后 你在永乐大殿 总共有三亿七千万字 我只有这个离 我就多多人要下 要下几年了 对不对 编了永乐大殿 好 规划紫禁城 接下来朱棣最在意的就是怎样 包括那个朱元璋也是 他也问了刘伯温 以后我的子孙会到什么 千秋万代 有没有 那时候刘伯温留下一句话 叫做欲顺则子 后来人家说 顺 这个顺就顺治皇帝 你遇到顺治皇帝你就停了 那可是这个姚广校更厉害 朱棣问他说 我的子孙会传几代 他跟人家讲万子重孙 那什么叫万子重孙 就万历的重孙 万历皇帝的重孙 朱由孝朱由简 就到了重贞之后 你就灭了嘛 对不对 你看所有人家讲说 姚广校文可安邦无可定国 可是腰生腰到哪里 腰 其实他最厉害的腰生 还不是姚广校 不是他 姚广校还有个哥哥 叫做避风和尚 是 他一直对姚广校说 你这帮那个朱棣打天下 最后发起静难之意 杀死多少人 满手鲜血 他就一直很不爽 他就常劝他说 你不要去跟朱棣 这样围虎坐舱干什么 可是后来这个消息传到 朱棣耳朵里面 他把我当皇帝 你叫他不行 你说满手鲜血 火大 他就觉得说 你这个静难之意是 师出无名 所以他就说 好 你名字叫避风 对不对 风不是山风 你不怕烧 我就把你弄一个蒸笼 一个大锅把你在里面蒸 看我把你蒸死 对 你知道吗 蒸了一天一夜 竟然这个避风没死 这么厉害 所以我说腰生 腰生的哥哥更厉害 所以后来就把他关到大牢里面去 关到大牢 那后来那个摇拱小回来 就知道他哥哥被关在大牢 就去跟朱棣求情 我哥哥乱讲话 反正你也当了皇帝了 就放他一马 果然要把他放出来了 放了避风之后 他说你要去跟皇帝谢罪 可是他这个避风和尚 真的很急 你知道吗 他走到五门门口的时候 他就直接坐下来打坐 他不进去 我就不快进去 皇帝老了也一样 对不对 坐着坐着讲完之后 就开始他呢 留下双玉柱 什么叫双玉柱 人那个鼻涕 有没有 他那个鼻涕是两管 流一尺多 人家整天要把他拖去的时候 就死在那裡 所以到时候就圆寂了 他觉得朱棣这个人得不配位 那可是说实在话 他不愿意的话 他就用死 来明智告诉你说 我绝对不会服侍朱棣这个名城主 好 双玉柱真的是洋白让人 有高森呢 是运用法术来做大事 但是呢 也有人是在做坏事 要问一下正义老师 听说宜兰以前有个胡阿森 就是用自己的法术做坏事 就是我小时候从外地搬来的一个人 长得很奇怪 长得不像就是一般的人 他比较像肺肥 比较像猩猩的那一种 就是头发稀疏 然后呢 人呢 看起来那个脸的脸型 也跟一般人不一样 那我们刚开始村庄人不知道 可是呢 他到我们村庄里面 刚开始他表演什么 表演催眠 跟把鸡抓来弄一弄 鸡就被他弄在那里 也有兔子的 就乖乖不动了 他节奏的时候 就会动 所以村庄的人 就把他当神仙看了 然后呢 有一天 村庄里面呢 就是 这个不太平静 不太平静呢 他就用他的伏法 那么 把村庄弄平静 原来啊 那个不平静是他放的 这个 是鬼兵鬼将 所以他是用这一招 放毒的人 就是解毒的人 那他为了要 要有一席之地 那大家觉得他很神吗 对 因为外地来嘛 刚来 后来呢 就 我有一个亲戚 他在众人的面前 那天我也在 众人的面前 他说 我那个亲戚是 是远房的亲戚 已经嫁人生了一个小孩了 他说我今天呢 用符咒催他 他就会同他家 跑到这里来 大家在那边等 乡下人 哪有这么神奇 他在那边练练有识 我那个亲戚的那个 远房亲戚啊 就像那个 党鸡鸡党一样 就跑到前面 跪下来这样 接下来不得了 接下来他 就用这个方法 去弄了很多 跟 骗色 骗了很多女人 然后呢 我小时候我记得 后来他有 有娶了一个 一个 这个老婆 那个老婆呢 有一点点 看起来像智障一样 但是 大概正常的人 也不会嫁来这么丑的人 那那个人嫁 那也没关系 你 你这个 你如果有功德 没多久生了小孩 生一个 生一个女生 后来生两个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走过他家呢 就看一看他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 也长得像肺肺一样 像他爸爸 对 有一次呢 我就进去 想说 小孩嘛 出来玩 他讲的话 我们听不懂 就是 也不是英文 也不是日本话 什么都不是 因为那个小孩呢 好像在 那个 他讲的语文 不是我们听得懂的 后来我们就 不看他玩 然后呢 后来他也对我们小孩子 经过他家 他故意装鬼脸下午 所以我们就叫他模型 就是 又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那 这个人呢 他在生前 就在我们那个地方 就是干了这些不好的事情 他要死的时候 那个邻居说 听他晚上叫 连续这样叫三天 三天就是在叫 就是那个鬼来找他 就等于 他原来控制的 这些小鬼已经 不听话了 因为你法力弱了 所以三天裡面呢 哇 那全鄰居 说吵得要命 他一直跟那个 一直在讲话 就说不要啦 不要啦 那就是 就是鬼在 索他的命嘛 后来就 就暴毙了 暴毙以后 那他的太太 就跟那两个小孩 因为他是外地人 就后来就搬离 我们村庄了 那就是鬼 你 还好 那是小鬼 你 所以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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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